市長我想請教 最近前行政院秘書長林毅士已經假釋了 這你知道嗎 4月16日 但是我看法務部的新聞稿 我覺得很奇怪 他說執行率九成 他說也執行率九成 那他是因為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兩年 那他在2018年的9月28日入監 那今年4月16日出監 對不對 那是怎麼執行率的九成 就是說他只管 如果按照這樣的計算的話 他大概服刑一年六七個月 那他這個徒刑是兩年 據我所知道 他目前這個罪確實是 他本案還沒有確定 是啊 他本案還有另外一個十幾年的 他不是有包含他之前 積壓折底我不曉得 對 這當然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包含積壓折底 但是現在社會對這個案件的質疑 就是說 他明明他就犯一個貪污罪 嘛 當然是因為現在又發揮更審來到高院 高院 高院也還給他告報嘛 但是現在問題是說 他是在巴德外議間出去了 對 第一 你是怎麼可以去巴德外議間 這是一個問題 這等一下再說 第二 你到巴德外議間的時候 你還可以享受縮行嘛 所以他享受縮行 他當然就是說 刑期上可能就是 第一 就是你剛才說的 那個擠壓的問題 這有可能 第二的就是說 那是不是因為縮行 然後他的 時間越來越短 你可能要去了解一下 然後第三個我覺得更嚴重 因為 他都沒有把那個犯罪所得高等他嘛 他的貪污的所得 那個判決書上面 光是那個二審的判決書 六千多萬啊 吼 那犯罪 那 貪污 之後 這個 這個值等這麼高 行政院的秘書長 然後他沒有高等的情形之下 我們現在又說 好 這樣 因為你那個 假釋 沒關係外議間啦 好 要去外議間 就有一個叫做 駿匪實據嘛 對 他要有番匯嘛 他要覺得說 這樣是不對的事 那假釋也是一樣 假釋的要件也是說 他要有灰蓋啊 但是他連 他這個貪污的錢 他都沒有交回去 那怎麼會 能夠通過外議間 到外議間去 然後享受縮行 然後之後又 能夠假釋 對啊 這就是我要跟你請教的 我就是覺得說 這樣是一個不對的事嘛 對啊 因為他這個啦 要到外議間去 他有一個審查啦 就是 是啊 有一個審查會啦 對 那假釋的話 假審會跟 跟假釋署的核定 對 我沒有經手過那個案子 啊所以呢 欸 既這樣啦 那如果是不是有 我們要鼓勵 受刑人的能夠 對 但是現在就是連 犯罪所得 這六千幾萬 他也不夠啊 他的本事還沒出來啊 他的本事還沒出來 不對啊 但是你從他的這個行為 你在審查外議間的時候 或者是說 你在假釋的這個要件的時候 看起來 他又沒有對他的這個 這樣的犯罪行為 齁 然後表示說他有悔改之意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說 可以讓他可以假釋 因為 對啊 現行法裡面他沒有規定 對不對 那我們的了解 不是他現行法 他有規定說 他要進回的實據嘛 對 那下一個問題 大家都關心嗎 剛才以前你有說過嘛 我們現在在監人數差不多多少 所以呢 將近六萬 目前 將近六萬嘛 對不對 好啊現在可以去外議間的人 差不多多少 外議間的收容人 外議間收容人 農總 農總 我們在手中沒出料 啊我給你一個數據啦 我也是看你們的網站 齁 明德外議間差不多390萬 對 明德外議間 364個 智強外議間 191個 主要是這三個 其他當然還有 那比較少人 齁 好啊所以這農總 強起來差不多 差不多1千人嘛 齁 不只啦應該差不多2千多人 齁 假設2千多啦 你看 農總6萬人嘛 只有2千人可以去 啊你看巴德外議間齁 他貪污自罪條例的人 他364人嘛 貪污自罪條例的人有多少 你知道嗎 我 八十六個耶 對啦 社長 嗯 所以總共是你的統計啊齁 齁 是百分之23.6耶 嗯 在巴德外議間裡面齁齁 齁 364的人才可以去 6萬人裡面 只有364人可以去 巴德外議間 竟然有86人 是貪污自罪條例的 也所謂的像林律師這種 然後有23.6% 另外 4的人有一個人 是貪污自罪條例的齁 齁 那明德外議間齁 390人裡面有74人 占百分之19 啊我剛才說的 華蓮這個自強外議也是一樣 191個裡面 有40人 佔百分之20.9 第五個就一個 兩聲 啊你看看啊 貪污自罪條例的案件 在你這個6萬人裡面啊 佔的比例多少 0.8耶 嗯 貪污自罪條例裡面佔我們 全台灣的收容人才0.8 結果 李明德外議 你巴德外議 你自強外議 都兩聲一聲 嗯 對吧 所以這是合理嗎 這所以人社會會覺得說 啊這就 齁 貪官污吏 然後最後還可以去 巴德外議間 去自強外議間 然後請林律師這樣 他就還可以縮醒 還可以分架 所以你看看啊 他打兩檔嘛 那哪 好 就算說次長你說的 我把旗子的期間 放回去 你還算說 他分架的時間 他縮醒的時間 啊到底 他在那個 在間的執行率是多少 你認識我的意思嗎 是這樣 他不是去了以後 都馬上可以 那個 去了兩個月以後 才有資格啦 對 而且呢 他們按照他級別 我不曉得他後來 晉級到幾級 對 那個一級壽星人 才可以一個月出來一次 不然 一級壽星人一個月出來一次 不然的話 65歲的 65歲以上 才可以看 所以我當然不反對說 齁 人真的有那個 駿匪實據的人 齁 人真的有想要悔解的人 我們要給他一個機會 但是你的外議間裡面 裡面有罵回來犯罪所得的人 有幾% 這我要回去瞭解 差不多 我跟你說齁 兩個人有一個有罵回來 所以不是像他這樣 你知道嗎 有的人 人是真的犯罪所得 也有跟對方 毫害 甚至說 人家的教會師 也是覺得這個人 有悔解 齁 啊有的人是真的 是犯罪所得也不高 犯後態度也很不好 齁 甚至說他的案件 還要嚴重到 我現在又問次長的問題 齁 齁 那是到後來 走去要怎樣 現在的問題是這樣 因為你棄保前逃罪 你到現在也是都沒有嘛 其實我們有 有你意義要送給行政院啦 但是到現在 也都還沒有送到 立法院嘛 行政院還在審查吧 應該是這樣 對啊 所以我問你嘛 像我這個情形啦 我們現在是做一個 打算嘛 那假設像這樣 他在那個高院那間 他 他上一次就打十六年了 打十六年啦 打十六年啦 打十六年 跟現在這個 比較起來 齁 其實這就是 比較強的 動機嘛 我現在就是問次長啦 那如果是走去呢 還是說你的 黃桃機制是怎樣 現在大家也是很關心嘛 他到時候走去的時候 對不對 什麼人要來扶植 那這個也不是沒有權利呢 很多很多辦法的人 他透過外意見 然後假釋之後 下一步就是 人就不見了啊 那這個 那部分要怎麼處理 這個案子 後來 對 我所知道的齁 在他假釋以後 有送給高院 對 做處理啦齁 送給高院 要不要擠壓 對 有做處理啦 對啊 所以高院也是給他交部嘛 那現在要黃桃機制的話呢 對 按照新修正的犯罪機制 那又有高院來做決定啦齁 對 那高院怎麼樣來做決定 我現在不想要解 喔 所以現在我們 可能也是都沒有一些黃桃機制嘛 應該有 應該有一些 我可以去瞭解 好 所以你也是 這是院方的我瞭解一下好不好 所以你也是支持這個 氣保潛逃罪嘛 對不對 那在這個 假釋也好啦 巴德外議間也好 是不是說 你也可以考量說 他到底犯罪所就會高嗎 因為我就說 有的人有高嘛 像這樣是都沒有高喔 另外一個就是 他還有另案嘛 這也是一個重點耶 你現在 你要讓他去巴德外議間嗎 這6萬人裡面 依照你的說法 才2000人可以去嘛 那 有的人可能 就這一件而已 他沒有別件了嘛 啊他現在的狀況是說 哇靠 他還有一件 又踢一件 比較嚴重的耶 然後你們也讓他去了 齁 啊然後甚至就是說 這樣也是 打兩當 當完之後 也是又假釋啊 對不對 然後 犯罪所得 也沒有繳 啊說實在的 我們也看不出來說 到底 他的這個 悔悟的實據在哪裡嘛 對啊 啊所以這對其他的人 是不說不會啊 然後最後就是跟 次長報告就是說 這個 貪污之罪條例的比例 高達都快要兩成喔 他在這個 6萬人裡面 是佔0.8%而已 結果 他在外議間裡面 有20% 所以你覺得這樣 合理嗎 因為 外議間條例裡面 它有消極資格 第四條吧 有消極資格 第四條消極資格 我知道啊 沒有排除啦 對 對 那一般來講呢 犯貪污罪的話呢 對 脫逃的可能性 對 比較低啦 因為他白領階級犯罪 他 他將來再犯的幾乎 沒有啊 但是也有其他的白領犯罪嘛 對不對 有詐欺背信啊 維吻政家 為什麼 就是這個 是要兩成 這就是 你不覺得這樣一個外 別的案子 他可能人多啦 對 相對的比例會少 沒有啊 所以大家就會認為說 齁 是不是官官相戶嘛 應該不至於啦 不會至於 啊這個 從這個史據上來看啊 你看你巴德外議間喔 三百六四的人裡面 貪污之罪條例 八十六人喔 佔了二十三點六 已經在那 你已經在那 百分之二十五了耶 嗯 對啊 啊這個 所以大家當然會覺得說 啊你是不是因為 官官相戶齁齁 大家都是做官的 所以 那個 發生去官的時候 就都關到那個 最難的 對不對 對這樣我再了解 回去再了解一下 對啊這個應該要去 徹底的檢討嘛 齁 不應該讓這樣的事情 再度發生 而且你 做官做得這麼大 又去探訪 這是做不到的事情 你本來就是要給他一個訊息 讓他以後 齁不要再這樣做嘛 也給這個社會一個交代嘛 好 好 謝謝市長齁